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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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下這個張曉明 張曉明和角身辦 拌在一起來說 那個陽光先生 即是鬥韋會同名的楊剛先生 即是鬥韋會同名的楊剛先生 楊剛先生 神經病了 這個新的楊剛 其實我都說過了 他那些東西 你反過來想就行了 為什麼他會說那些東西 那其實呢 角身辦說的話就沒什麼新意 即是三項意見 四點堅定 反而我想說說這個 即是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張曉明 即是最近講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們先看看他講過什麼 看一看片 一國兩國方文和基本法實施過程當中 遇到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法律問題 中央有關部門都會盡力聽取香港社會科技人士的意見 向大家 登記求策 與大家共同的溝通交流 以便中央有關部門的決策舉措 更加提醒香港社會的實際 更加去地氣 今天的這個社會 最大的溝通 就在於 它是在香港局勢很不安定的情況下 舉行的 從6月9號到今天 香港的就業風波 已經持續整整 六十年 越爆越大 暴力活動 愈演愈立 社會過敵面 越來越廣 可以說 香港正面臨歸歸以來 最嚴峻的局面 因此 我們今天的座談會 非常重要 非常特殊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武器上 能夠開出好的效果 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當天局勢 並且從 戰略和全局高度 研判和部署 大家也注意到 最近中央有關部門 通過不同的方式 表達了對香港局勢的 異常態度 合理的基本的看法 我們國務院港澳辦的官員 已經舉行了兩場新聞發布會 這兩場新聞發布會 也是備受關注感想熱烈 新聞發布會 主要是面向社會工作 來講 有些話可能會比較關心 今天面對在座的 五百多位 香港各地的朋友 我就想 打開倉庫說亮話 把話數的更加透露 那 我想說說 最重點最重點的地方 就是 它下面那排牙 崩了一隻 極不尋常 為什麼呢 我可以跟你說 是最近崩 因為 中國的官員 最重門面的 他崩了牙的話 一定會種牙的 即是 種一種的時候 沒那麼醜 什麼事令他急速崩牙 然後又補不到呢 這一點值得深究 然後呢 就是 之前有講講 這個國新辦 它有一點引起我注意的 它說 這個罷工 罷貨 罷市 是什麼嚴重暴力行為 罷工 罷貨 罷市 有幾暴力啊 不過 香港人呢 沒有可能阻止他上班的 所以罷工是沒有什麼可能成事 叫價太高 但是呢 叫齊了建制派上去開會 還有呢 就是那些商家佬 都團結一致的 無緣無故出來總商會 出MEMO 然後又說要恥暴制亂 那樣那樣 以我來看呢 就是 就是 很明顯啦 那些商家佬非常痛啊 那麼 曉明哥 在香港 掃了N 那麼多個物業的 許數 還是中聯版 差不多啦 一模一樣啦 我覺得就很怪啦 就是 一來他自己都會怕物業跌啦 二來就是呢 最近 經常 文工武嚇 還有就是呢 我經常覺得沒那麼大隻 夾伯隨街跳 無緣無故走出來 吹完和風 跟著又說 施政報告含金量很高啊 那樣那樣 喂 那你仍然沒有 回應五大訴求的 就是不用回應了 回應三四個都好啊 其實最主要就是頭三點 其實 回應了頭三點 我可以保證 九成的示威者都退回了 但是他說什麼啊 就是目前呢 要止暴制亂 止暴制亂之後呢 才可以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樣那樣 考慮而已 喂 即是你退先還是別人退先的 還有呢 此不止暴制亂 還有你成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沒有關係的 即是你怕什麼呢 權在你手 對吧 即是你怕退後 那些人不退嗎 沒有可能的事來的嘛 因為我也是很關心 這個張曉明那隻牙 那隻牙呢 即是他做什麼事呢 誰打崩的呢 還是他咬東西咬崩的呢 我覺得呢 他們說這麼多話都沒什麼用的 即是最主要就是呢 他隻牙崩了 沒有什麼牙力的 現在說話 那說回就是 即是怎麼回事呢 整件事 喂大哥 你說澳闆主任 現在搞到一鍋抱 你說國家不追究就全是假啦 對不對 黃志文就說新官上任而已 要追究起上來 那當然是追究最大顆那個啦 那就是捏住條頸 啊不是 條頸沒用的 是捏住下額 然後一脫脫 對呀 窩到嘴裡啦 很好一個國際城市 哎呀 被你搞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就是因為呢 推薦了林鄭月娥這隻妖魔鬼怪 從來吹和風呢 都是只有兩個看法的 第一個看法就是呢 他頂不盡了 即是一定要講一下好話 哄一下 一手硬一手軟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第二個可能呢 就是要出大絕啦 有殺手拣出啦 所以呢 就哄著你先 你覺得哪樣呢 但是出大絕可以怎麼出呢 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地步了 你可以還怎麼出呢 即是再出大絕的時候呢 現在已經這麼亂了 到時香港亂到七彩了 所以呢 他最近說的那些坊間傳聞的那些留言呢 我覺得一概可以不相信啦 現在 那當然啦 不相信還不相信 那我觀察到幾樣東西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呢 他沒有什麼銀兩了 所以呢 請不夠人 你看到呢 那些傢伙 被人打回頭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叫那些商家佬都認捐啦 我們叫 認捐啦 那這件事是令我想起羊毛運動那時候的 那些羊毛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呢 他是叫那些香辛呢 就是為外國捐款去搞那些工廠的 喂 那現在不是一塊樣子 大哥 你不要有沽河啦 那但是呢 刺爆他 說刺爆他 我想大家注意人身安全 都要的 但是大規模的嘔鬥事件是不會發生的 真的浪費氣的 不過如果你落單的時候呢 他好像荃灣一樣 是有可能的 所以要很小心 那怎麼小心呢 我建議大家呢 我從來都不攻擊人的 我建議大家呢 就買一群群群的電線 電線 知不知道什麼叫電線 那些電線呢 那些電線呢 有些膠在那裡的嘛 那買來做什麼呢 一來呢 就是裡面有鐵絲 那你圍著手啊 腳啊那些呢 人家斬不進去的 就是圍一兩層這樣 或者斬得進去都不會見骨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呢 必要的時候呢 幾個人 啊 你兩個人 對開一左一右 然後一踢過去 先踢低他先 然後綁緊他 當然啦 他又很打斷的 整天躲在不知道什麼地方 然後在那裡服人呢 然後荃灣那些人 就被人打到好像豬頭一樣 嘩大哥 砍人喔 那些警察又不出來的 喂你要記住喔 那些警察是不出來的喔 不過呢 就千萬千萬千萬 不要帶那些攻擊性武器的 因為如果不是呢 他告你藏鞋那樣那樣的 你不知道他在那裡服裝的嘛 那還有呢 上完去座談會 你見到有班人呢 即是例如葉 那個叫葉什麼 葉少... 葉... 葉葛謙 嘿 這些小人物 我不是很認識 不過他好像說呢 他跟葉斗都是姓葉的 那他說呢 一定有大台啊 那樣那樣啊 即是 幕後的黑手啊 隱形啊 背後的 外國勢力啊 那你發覺全部人都是講外國勢力的 一定往外推的 口徑很一致的 現在 這樣咯 對啦 今天講到這麼多先 看你 是 答案 那麼 很難 我 看你 有 鎮 然後 你 這 是 你 黑手 他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